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日点击 近年来 新能源汽车迅速普及 公安部数据显示 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为678万辆 每年增量连续三年超过100万辆 截至8月底 我省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12.38万辆 装备的新能源动力电池达到了4.81万吨 在车辆不断增长的背后 大量的动力电池也开始不断退役 那么 这些新能源汽车电池该由谁来回收 如何回收 回收后又怎么处理 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采访 在西安市魏央区比亚迪·伊拓4S店 记者看到有不少消费者前来咨询购买新能源汽车 在新能源汽车消费群体中 除了普通市民为家庭出行购买 还有一部分人购买新能源汽车是准备作为营运车辆使用 第一个是使用成本比较低 就是说它这个充电跟加油这个算下账来还是差很多钱的 另外一点呢 政策上是有支持的 在政策与市场的双轮推动下 我省新能源汽车销售旺盛 2020年我集团引进连跑和尚等新品牌的这个新能源汽车 今年实现了新能源汽车销售2200多台 逃避增加了4.6百 计划明年建成汽车穴环经济产业员 提前布局新能源汽车的环保回收等相关产业 记者了解到 截至8月底 我省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12.38万辆 装备新能源动力电池4.81万吨 但是一个显为人知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 这就是新能源车动力电池的使用寿命为5至8年 按此推算 我省首批投入市场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 已经面临着退休 那么这些动力电池都去了哪里呢 非洲电池这个像我们这些收货服务站啥的 一般是厂家是要求是全部回收的 它是有数量的 也有一些呢 留下了就是外面的市场 留到南方的一些小做法什么的 他们不用开票 然后成本比较低一些 然后他们也不用管这个什么环保要求不要求什么的 所以说就是像这个一些正规的企业跟他们竞争的 肯定是争不过他们的 他们还是有价格优势的 记者了解到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初期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主 其部含骨 镍等价值较高的稀有金属 而真正含有稀有金属元素的三元电池还未大规模退役 目前一些小做法回收的就是含有镍 骨等金属动力电池 它的价值比磷酸铁锂电池高上几倍 如果不能尽快完善动力电池的回收监管体系 标准体系 严格管控报废动力电池的流向 将会给报废环节带来比较大的环保 安全 消防等诸多问题 目前在双碳目标的推动下 新能源汽车废旧电池回收利用成为新的产业风口 面对庞大的潜在市场规模 如何做好电池回收利用 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呢 您能想象得到吗 一辆新能源汽车上的电池是由7500节 我手中这样子的小电池组合而成的 那为了解决电池回收利用中的难题 西安交通大学电化学储能材料与回收创新团队 通过技术公关研发的退役锂电池破碎分选设备 实现了不同型号市售锂电池无选择性破解回收 那这条生产线呢 也是我省首条退役锂电池破解分选回收工业生产线 西安交通大学化学学院副教授杨国瑞 近年来一直关注动力电池的回收利用 杨国瑞告诉记者 按照动力电池使用寿命5到8年的期限 一辆新能源汽车一生最少换两至三次电池 回收市场潜力巨大 然而面对这块看似诱人的蛋糕 要尝到真正的美味并不容易 因为电池被拆解分选后 通常采用湿法冶金的方法 回收利用其中的金属元素 然而在实际拆解操作过程中 容易引发火灾污染等给环境造成影响 这代电拆解就是我们电池不用放电 就直接可以进行拆解了 它解决了我们传统放电过程中产生盐水 还有非渣的问题 而且我们在放电过程中 在代电拆解过程中有大量热产生 我们把大量热重新作为余热回收 这样的话我们就达到能量的回收利用 也达到技能奖号减排的目的 大清仓 大清仓 陕西城体育场 东阳精品红木大型产购会 圆满结束 最后一周 底价清仓甩货 红木茶台清烫价 6900元起 红木沙发清烫价 16800元起 红木低相贵清烫价 18000元起 东阳厂长 最后一波送时会 一口价 甩货价 超底价 渐渐都是简陋价 客价爆款限量强购 东阳厂长 现场特批 20万的 今年款畅销 花丽木全方套 36件 面费加送 14件精品红木 最后清仓 再额外加送一张 豪华说人大床 三件套 33件全摆满 最后清仓价 仅需38800 力胜16万 名家名作 精彩分成 工厂特卖期 价格更亲民 展会马上就要结束了 买一件 少一件咯 最后清仓解释 11月23号 至11月30号 赶紧来陕西省体育场 迎此堂向西红木馆 建设美好乡村 共创温馨家园 作为西北地区建设规模最大 综合实力最强 循环利用最优的 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 陕西省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 是我省唯一一家 被认定为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的 回收拆解企业 目前 这家公司报废汽车 年处理能力达三万辆 其中报废新能源汽车 处理能力一千辆每年 新能源汽车这个价格 这个一百以上都 技术的这个坚持上面 这个行业 合作东西 现在目前都在降价 唯独由于私畅的这个因素 这个坚持在不断地降价 采访中 记者了解到 目前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的 回收利用处于起步阶段 后端的产业链供应链 现在还不完善 我省不少退役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 在4S店已旧换新 由生产厂家负责回收利用 但是 也有汽车生产企业 选择第三方回收 记者了解到 为积极推动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 回收利用行业规范发展 省公信厅正在起草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 回收利用方案 计划于年底前出台 根据方案 十四五期间 我省将建成 一至三家 废旧动力电池 拆解示范线 和梯次利用工厂 布局一至两家 动力电池资源化 再生利用企业 初步建立规范有序 合理且可持续发展的 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 动力电池梯次利用 初步实现产业化发展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的 T4利用实际上是将 新能源汽车的 退役电池 进行再利用 这个再利用就是把它 装在低速电动汽车上 或者电动三轮汽车上 还能再发挥它的价值 它的退役电池 有60%到80%的重量 还是可以再用的 动力电池的T4利用 最大的提升了 它的经济价值 减少了对社会的垃圾排放 与其说跨入退役器的 废旧电池是一个累赘 倒不如说是一个 废物利用的宝库 所以如何健全完善 新能源汽车电池回收 政策体系 如何提高回收的技术支撑 这些都是行业 急需解决的迫切问题 希望在政策不断完善的同时 有更多的专家和企业 关注新能源汽车 电池回收这一产业 提高其利用价值 真正电池为宝 为新能源汽车 可持续发展 电定坚实的一作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明天同一时间 请您继续关注今日点击 我们明天见